地球上可以沽空的產戶和基金都沽空了 基金已經當現在有衰退 用盡全力沽空股票、金屬、沽空能源 你問我的話 這是很漫長的熊市 它會延續到明年下半年 看片之前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我們經一共肥計劃Patreon已經上線了 貼士物物送 有錢齊齊賺 快點訂閱吧 聯儲局不會加到10厘的利息 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美國的經濟一定分配 主要是過去十幾年 大家無論是樓市、企業等 都借這麼多錢 如果用回所謂玉爾克那套 他要將聯邦基金利率 是CPI加2的話 要加到11厘 我想聯儲局就算吃錯藥都做不出這些 如果你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的話 加到4厘12月的時候 3厘7半到4厘 其實昨天拜登也有說 你不用那麼驚通脹 因為汽油價格是跌了很多的 汽油價格是跌了很多 所以上來講通脹壓力有點舒緩 因為汽油價格跌了的關係 所以不會 我看大約3厘7、5厘4厘 可能是這個周期加息頂都未定 因為其實轉頭聯邦基金利率 是price in 明年下半年息口會走到下面 可能債捐市場的貴 經濟一般 聯邦基金利率會向下走 這樣都未定 這就是我的禮法 最悲觀的基金 省庫也是極度悲觀 從他們做的put option對co option put call ratio都提讀 基本上地球上可以沽空的東西 他們產戶和這個基金都沽空了 給你看能源期貨的倉位 或者金屬期貨的倉位 其實他們已經是基金 已經當現在有衰退 用盡全力沽空股票 沽空金屬、沽空能源 已經是 這種已經是盆路無法再傾斜了 無法比現在更傾斜 因為他們已經是不單只看淡 而且極度做淡 和第一次加息時很有趣 沒有東西的 這些美股打仗就升了 加一加就加一次就溫定登 那時不是很天真的那時 現在去到極端 現在是不到地球末日 就心不死那些基金 也有些統計去看 其實美股有些active management 比較敢於持有部份現錢 也可以沽空甚至可以槓桿 做long和short的active management基金 其實它倉位的exposure是很低的 好像2015年的時候 人民幣貶值新興市場危機 當年石油跌到二十多元的時候 那個款式 所以已經沽了 那些基金和散戶已經猜空得很厲害 你問我的話 這是很漫長的紅市 它會延續到明年可能下半年 是一個很漫長的紅市 是一個可能橫跨年紀的紅市 但是因為本路比較傾斜的話 可能七八月會有個小陽春 純粹因為那些人被人夾重的 那些基金和散戶 沽空了 然後被人看著你吃 就夾過去那種我看的話 經一共肥計劃推出 獨家內容 每天都只需要五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絕密投資貼士 加日本元 立即訂閱 共肥不自肥 賺錢預算你 遭有狂升 接著你服務的狂升 因為疫情過去了 在美國其實已經不再一回事 我們在亞洲就很緊張 對疫情的事情很緊張 其實在美國的黨就不再一回事 他們可以說 原材料跌 商品跌 但昨天看到服務業的通脹壓力很大 尤其是租金也是壓力很大 租金佔CPI四成 所以比較難壓下去 例如你救濟一邊或壓一邊 另一邊又上 你搞定能源 它那邊到租 到那些什麼medical 那邊那些通常加重 聯儲局一見到這些就騰 因為你如果這樣變成Sticky Inflation Sticky Inflation Sticky 即Sticky 中文叫做 好像你踩口膠 抹來抹去都變不掉 那種Sticky 它唯一的方便 經濟對它來說 是要用整到經濟的增速再踩跌 踩下去減少需求去壓制那個動脹 你不要忘記因為今年是大選年 所以十一月之前 它政府和聯儲局都是化身經 它做事 它不會保護投資者 但你不斷踩跌跌對經濟 經濟其實都鐵打的 你不斷搞 都會搞到增速放緩 甚至搞到明年可能 明年某一段時間會有衰退都未定 你說是有減息 但是如果經濟進入衰退的話 衰退對股票殺傷力都很大 即現在經濟未斷氣 就被它不斷加息搞 可能到後來搞得定經濟 就被它搞到衰退 你又變了一個很長期控制的機會 是很大 而且你看水位 你SNP現在講的都是三千八百點 你三千點就不同 三千點之前我們來談 如果三千點估值合理些 現在三千八百點 你還在一個比較 不算很貴 但也不是便宜的水位 如果進入衰退 如果進入衰退的話 那個打擊會有 所以我看都是一個漫長熊市 石油的需求 其實在過往幾十年 對於石油的需求打擊 都是可能2-3% 最極端的需求 是來自2020年 但當日因為疫情 所以躲在家裡 因為金融海嘯的時候 全世界石油的需求 其實都可能只是跌了 可能是2-3% 所以需求免去令到油價 搞到需求大 壓住油價其實相對上是難的 如果增產的話 就要看究竟 沙特和阿聯酋 其實他可以崩 一天可以崩 可能是200萬糖出來的 但會不會 拜登哄不到他崩 200萬糖一天出來 哄到的一回事 哄不到另一回事 經一共肥計劃推出 獨家內容 每天都只需要5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絕密投資貼士 加入會員 立即訂閱 共肥不自肥 賺錢遇上你 想緊貼更多理財 投資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Patreon和YouTube Channel 哎呀 感谢观看